好,我們從左手邊開始好了 左手邊,謝謝 好,中間前方 中間上方,是不是?好,中間上方 中間,中間,中間,中間前方 好,中間下方,然後慢慢離到右手邊 好了,右手邊,好,右手邊我們這邊有揮手的記者朋友 好,再慢慢回來,好,左手邊 我們才要再補拍,剛剛沒有拍到 左前方 左前方,左上方 好,再換到中間前方 中間上方 左前方是不是有沒有拍到 左前方這一位 好,左前方最後一位了 好,謝謝,我們媒體朋友,謝謝 哇,這次獲得兩個獎,不好意思,拿那麼久 讓我趕快開一下麥克風 還是麥克風比較輕 是 佳佳,好開心 對啊 因為妳很累 因為畢竟才完成演唱會 然後又要來二零五,想說 妳這個緊接著兩天一定要放在一起嗎 一次把事情做完再好好的休息 所以是喜歡把這個工作排得滿滿緊湊的 對不對 再一次休息個夠 那剛剛才上完這個演唱會嗎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演唱會的事情 就覺得自己好像又更進步了一些 在自己的領域 就是自己的舞台上面 學習更多的東西了 而且現場其實很多歌迷朋友 發現這個應該也做不下了吧 是不是下一次也要考慮一下 畢竟演唱了幾次小巨蛋的現場應該 那是夢想 還沒有 我覺得是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 踏實的走到那裡 那所以接下來的計畫是 要做下一張專輯 還有希望這一場完美的演唱會 可以再做更多的巡迴演出 更多的練習 歌迷朋友們最期待的 因為畢竟第一張專輯跟第二張專輯 感覺都在年底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會想說 這樣的話2014的年底 好像也等得到 就2014鋪了個空 對 想說那就是2015年初了 結果這個下一張專輯好像 剛剛聽到妳這麼一說 感覺還滿明朗的 即將也會再籌備新專輯 開始跟瑪莎在討論了 對 那希望這個佳佳也可以 拿出更棒更新的音樂 讓大家聽到 靈魂佳佳不一樣的音樂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右邊有媒體朋友 我想發問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我當然很希望有這麼一天 然後也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一樣 希望自己可以慢慢慢慢的 走到那一步 不用一下子就到這麼大的場館 我需要練習 還需要很多練習 沒有 我沒有給自己目標 但是就希望可以 很多很多可以跟那些厲害的老師 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 先把自己的人氣 先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讓更多人喜歡我之後 才會有這麼一天 所以新專輯是 比較重要的事情 現在 好 謝謝佳佳 謝謝佳佳 謝謝佳佳